运动对人很重要 而适当的运动对年长者更是重要 花莲县卫生局委托慈基基金会和慈基大学 举办了第一期长者士性运动指导员的训练课程 针对年长者容易出现的体能衰弱现象 设计了一套运动处方 并且招募学员来进行48个小时的训练课程 最后有42个人通过了学科、数科考试 4月25号在卫生局举行了结业受证仪式 在许多文件站、社区关怀据点、福气站等发现 有10%到20%都是衰弱长者 他们通常会有体能衰弱、尿失禁、肌小症或者是失智等情况 如果能够及早给予适当的运动指导、持之以恒 就可以有具体改善 我们在每一个社区关怀据点 大约有10%到20%的长者 他们是濒临于快要失智失能的状况 就是走路脆步 然后可能比较需要有针对性的一些运动来改善他们 那我们这一次运动、视讯运动的指导员 他们设计了这样整套的训练课程 里面从 诊断 就是如何去看出这一个人 是尿失禁的需求 改善的需求 还是他激少症的需求 或失智的需求 那针对性 他们在用这个运动处方 来改善 那这个运动处方 不是只有给他而已 而是有三个月、六个月的最终 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 视讯运动指导员最特殊的地方 华丽县卫生局委托慈基基金会及慈基大学 办理了第一期 长者视性运动指导员的训练课程 针对年长者容易出现的体能衰弱现象 设计了一套运动处方签 并且招募学员来进行48小时的训练课程 最后有42个人通过了学科、素科的考试 4月25号在卫生局举办结业受证仪式 成为全世界第一批长者视性运动指导员 长者视讯运动 这里面 其实最主要是 各位猜最主要是哪两个字 不是长者也不是运动 是视性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点 我们常有各种运动 但是适不适当 虽然说这个是长者视讯 真正对长者而言 但是我想这是一个预防老化 预防我们基础衰退的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其实可以向下延伸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 就学会这一套的话 我相信你可能到七老八十 还是活跳跳 最近我们陈时中部长 二个年轻的活跳跳 每次到七老八十 然然活跳跳 因为肌肉并没有一车衰退 反正你的活动也更好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目前来讲是帮助长者 可是事实上未来这个运动 可以推广往下延伸 到每一个阶层的 每一个年龄的人去学习这一套 让它成为帮助自己 也帮助别人的一个最好的运动 未来这些指导员将会在 自己关怀的社区据点 持续关怀改善追踪社区的衰弱长者 让老人家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换了一些卫生局和慈济基金会 也希望可以逐步推广到全台湾 甚至全世界 来造福更多更多的长辈 戒旅会幻视报导